Let it go Let it go I am one with the wind and sky Let it go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人生遺片》 是堪稱迪士尼近十年來最成功的動畫片 同時也即將要推出續集的《冰雪奇緣》《Frozen》 《人生遺片》清單是我們從看過上千部的電影中挑選出來 對於我們的人生有很大的幫助與影響 認為是一生必看的電影 如果你也想要參與這個計畫的話 除了要把這部電影找來看之外 也請記得要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清單更新時的通知了喔! 《冰雪奇緣》到底有多厲害呢? 我們先稍微列出幾個它的成就給你看看 從2013年12月上映到現在 全球累積的票房高達12億美金 讓它成為了影史最賣座的動畫電影 同時也是影史第15名 甚至還超越了漫威的《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鋼鐵人3》等熱門作品 《踏囊刮》的兩座奧斯卡 分別是最佳原創歌曲《Let it go》 以及最佳動畫片 一座金球獎 以及全球無數大小獎項 那首洗腦神曲《Let it go》的官方影片 在YouTube上累積了超過18億次的觀看次數 就連博勝的台語版都有將近200萬次 迪士尼公布將會推出第二集資訊的那一天 他們的股價上漲了4.28元 並且即將在巴黎跟東京的迪士尼樂園 擴增專屬的《冰雪奇緣館》 根據目測 每一年萬聖節街上都會充斥著打扮成艾莎的小女孩 甚至有朋友抱怨 小孩安靜班20個女生裡面就有10個艾莎 而迪士尼官方曾經公布 2013到2014年間 他們一共賣出了300萬套《冰雪奇緣》的服裝 但是《冰雪奇緣》不只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 更是打破了迪士尼公主幾十年來的刻板印象 讓女主角不再是需要靠著男性角色來拯救的弱者 堪稱是近年來電影產業中 履歷崛起的領頭羊以及代表人物之一 《冰雪奇緣》敘述的是北方一個國度裡有兩個公主 姊姊艾莎具有操控冰雪的能力 卻曾經誤傷了她心愛的妹妹安娜 為了不讓外人知道自己的能力 在父母過世之後 艾莎把整個王國封閉起來 直到她為了要繼承王位 城門才再次打開 熱情活潑的安娜為此興奮不已 也非常期待這次的加冕典禮上 能夠遇見一位帥氣的王子 而故事就從城門打開的那天開始說起 今天的節目除了會分享這部電影交流我們的事之外 也會用Q&A的方式回答一些你可能會有的疑問 包括了第二集的劇情走向預測 最後則是整理了一些你或許沒有發現的彩蛋 應該會讓你在重溫這部電影的時候更有感覺囉 我們幫第二集做的影評即將在11月22號星期五晚上8點上線 大家不要錯過囉 另外感謝樂高的贊助 我們有一些非常棒的《冰雪奇緣》樂高和組要送給你 活動辦法在影片的最後喔 《冰雪奇緣》的成功除了那首神曲之外 還要歸功於非常棒的人物設定 因此今天我們想要藉由解析片中的三位角色 來探討電影交流我們的事 分別是姊姊艾莎 妹妹安娜 以及十分討喜的配角雪寶Olaf 愛莎是許多女孩的榜樣 大家都希望能夠跟她一樣 帥氣、瀟灑又超有自信 能夠戰勝自己的心魔 但如果我們仔細回顧愛莎的成長過程會發現 她人生中最大的挑戰 並不是來自於她的魔法不被世人給接受 而是她的父母灌輸了錯誤的觀念 讓她有很長的時間都認為自己是有問題的 愛莎的確與眾不同 父母也是出於一片好意 希望能夠透過壓抑來預防漢事發生 但殊不知 他們越是把愛莎的能力當成是不好的東西 卻反而越讓還不知道該如何控制能力的小愛莎 感到自責與害怕 也才會在嘉賓典禮上 因為有心操弄的鄰國商人隨口的一句 她是個怪物就落荒而逃 還霧間把整個王國冰封了起來 沒想到一個人躲到深山中的愛莎 此時卻感到一陣輕鬆 因為她終於可以不用再在乎別人會怎麼看她 於是她一面測試著自己的極限 一面享受著做自己的輕鬆 我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不太能夠了解為什麼愛莎明明很愛妹妹 就會在安娜來找她的時候將她拒之門外 原本我們以為愛莎只是不想再造成妹妹的困擾 但如果把她從小到大受到父母的影響 而壓抑自己的這段往事拿出來看 我們不難發現愛莎其實是不願意回到家鄉 放棄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自由 其實如果不是後來發生了漢斯密謀篡位的事 我們真心覺得愛莎很有可能會選擇 永遠待在深山裡再也不要受到管束 或是忍受不了解她的人的異樣眼光 但事實上做自己不代表著 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做任何我們想要去做的事 真正地做自己是明白自己想要做什麼 該做什麼 然後不會輕易地讓別人影響我們的決定與決心 就像愛莎 雖然在Let it go的那個當下她感受到了自由 但她卻無法忽視她的隨心所欲 替別人造成的傷害 最後當愛莎學會了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時 她也真正明白了做自己的爭議 做自己並不代表可以隨心所欲 而是不會輕易地讓人動搖你的決心 作為本片第二女主角 安娜雖然在商品銷量上遠遠不如姐姐 但在劇情推動上卻有著絲毫不輸的份量 而她跟漢斯的短暫熱戀 也讓她成為了極為少數 在沒有推出續集前就情路不順的迪士尼公主 在加冕典禮當天 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外人的安娜 遇見了來自南方小島的漢斯王子 漢斯斯文帥氣 而且又跟安娜有很多相同之處 讓她很快地就墜入了親王 因為被愛沖昏了頭 自己又從小到大很寂寞 她居然毫不考慮地就答應嫁給了漢斯 並且拉著她興高采烈地來到艾莎面前 希望能夠得到姐姐的祝福 對父母雙亡的安娜來說 姐姐是她唯一的依靠 但是艾莎因為自己的問題而選擇封閉起來 讓安娜在成長的過程中 沒有可以學習或是傾訴的對象 這也讓她缺乏了社交的能力 才會讓她在遇上漢斯王子時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並且也因為一頭栽積了自己的感情世界 而忽略了姐姐當天忐忑的心情 艾莎因為害怕自己的能力被發現 一整天都戰戰兢兢 原本暗自慶幸加冕典禮即將平安結束 但沒想到此時 妹妹卻拉著一個陌生人來到面前 一開口就說要嫁給她 艾莎身為長姐當然是以保護妹妹為優先 立馬拒絕了小兩口的要求 兩人於是針鋒相對 也導致艾莎不小心把整個城堡冰封了起來之後逃走 很多時候當兩人出現爭執時 都會因為不被對方接受而預設立場 認為對方是在刻意刁難自己 但如果雙方都退一步想 就不難發現 雙方應該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只是在一言不合時會忽略了這一點 如果再加上錯誤的十幾點 用錯誤的口吻或者是口氣去要求對方配合 就更容易針鋒相對了 對於心愛的人 你要更有耐心 因為或許那正是他們所需要的 第三個要解機的角色 是我跟Suybo整部片裡最喜歡的配角 叫雪寶Olaf Olaf是當年艾莎跟艾娜還小的時候做出來的一個雪人 後來在艾莎覺醒之後 無意間用魔法賦予了Olaf生命 讓她成為了一個活式生的雪人 她的個性樂觀開朗 對什麼事都很好奇並且正面看待 但是傻裡傻氣的她總是搞不清楚狀況 時常轉獲 也增添了不少笑點 第一次接觸到Olaf的時候 我們覺得她應該就跟一般迪士尼作品裡的配角一樣 負著插科打魂 並且肩負著商品銷售的重任 但如果仔細分析Olaf 卻會發現她其實呼應著艾莎的命運 作為一個雪人 Olaf曾經說她最喜歡的東西竟然是夏天 雖然很明顯地她對於熱毫無概念 似乎也傻傻地不知道雪在夏天是會融化的 但那卻不曾交習她的熱情 或許你會說Olaf的樂觀有一點太超過了 因為她基本上會為了追求夢想而不顧自身的安危 但到了電影最後 當她冒著生命危險生活幫艾娜取暖的時候 說出的那一句 不只感人 更是證明了這世上絕對有遠比自己更為重要的人事物 是值得犧牲一切去捍衛的 一個愛上了夏天的雪人 在現實狀況裡都會被認為是荒謬不合常理的 而對應著艾莎 一個擁有魔法、想要隱居在外的女王 也會被看成怪物 是令人恐懼的 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外界對於自己無法理解的狀態而產生排擠以及疑慮的 殊不知這個擁有魔法的女王 能夠創造出一個極其浪漫又溫暖的雪人 不僅拯救了自己的妹妹還間接拯救了自己 也因為Olaf無可救藥的樂觀 為極度悲觀的艾莎帶來了希望 Olaf或許就是代表著兩姐妹童年時最純粹的心思 想像力讓她們相信一切都有可能 無可救藥的樂觀不是傻 而是在任何時候都選擇讓自己快樂 也因為Olaf讓兩姐妹理解到 真愛不是輕易的一個吻 而是在經歷風霜之後 彼此體諒、珍惜之下的感情 所以最後那一幕安娜自我犧牲才會讓我們特別感動 也看到了新世代的迪士尼作品 我的樂觀不是傻 而是我選擇 不管如何都要讓自己快樂 接下來我們會用Q&A的方式回答一些可能會有的疑問 在做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機會看過第二集 不過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 《冰雪奇緣2》有可能會朝著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艾莎是如何獲得她的冰雪魔法的 以及為什麼安娜不像姐姐一樣又有魔法 她們的爸媽在傳難之前原本要去哪裡? 有可能有冰雪以外其他種類的魔法嗎? 預告裡面有個新的女性角色 她會是誰呢? 艾莎的情人 還是艾娜跟克里斯多的女兒?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我們的猜測 想要知道答案的話除了要去看電影之外 也別忘了要在11月22號晚上8點回來看我們幫第二集做的影片喔! 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 在安娜小時候出意外之前 艾莎其實是可以控制能力的 只是那一次是安娜太過魯莽才導致艾莎誤急 但在那之後艾莎出於自責加上父母誤判情勢 才會讓艾莎以為自己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而爸爸讓艾莎戴上手套 也只是讓她可以有個東西作為衛戒並且分心 並不是真的就能夠控制能力 否則又為什麼還是要讓艾莎躲著安娜 甚至把自己關起來呢? 當安娜小時候發生意外之後 爸媽把她帶到了地精長老面前 長老告訴他們為了安全起見 最好把安娜對於魔法的一切回憶全部刪除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凸顯了所有人對於艾莎魔法的不理解 而對於陌生的東西 許多人們第一個反應就是逃避 而爸媽同意這麼做 其實也表示了對於兩個女兒的不了解與不信任 他們覺得安娜日後一定會繼續纏著艾莎施法 而艾莎還是會無法控制自己的能力 安娜被艾莎的魔法再次擊中時心臟逐漸結冰 地精長老說唯一能夠化解的辦法只有真愛的行為 Olaf找到快死掉的安娜時 寧願讓自己融化也要幫她取暖 雖然是無私的真愛行為 但因為是安娜的心被冰凍了 這個行為必須是由安娜來執行 所以當她替姐姐擋下一箭的時候 才破解了這個詛咒 最後我們整理了一些你當初可能沒有發現的彩蛋 相信會讓你再看一次的時候忍不住想要把它們全部找出來 謝謝大家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於這部轟動全球的動畫片有了更多的認識 並且更加期待續集的上映了呢? 最後感謝樂高的贊助 我們有一些非常棒的《冰雪奇緣》樂高盒組要送給你 只要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對於《冰雪奇緣》第一集的感想 或是對第二集的期待 就有機會得到喔